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韩国的动作片 《愤怒的防牛》 影片一开场 以前混黑道的东叔 自打取了贤良舒德的老婆智秀之后 算是彻底的喜新革命 能过去一刀两断了 东叔和好朋友豆鼻叔 目前在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做小生意 整天累死累活在里挣不了多少钱 而且还得受市场管理人员大背头的剥削 为了能够早点发家支付 东叔瞒着老婆从银行带来一笔钱 打算经营帝王谢的生命 由于之前跟经销商龙套叔没打过交道 东叔把合约金给出去之后 这心里是乱七八糟的 总担心自己的钱打了水漂 东叔的老婆智秀为了改善生活 平时也是玩了命的生钱 总而言之 这两口子的日子过得还是挺艰难 当东叔跟智秀一提起帝王谢 给智秀马上就警惕起来了 因为之前东叔在投资方面 可没少伤到受验 虽然东叔在打劲方面有万夫不当之勇 可做生意是真的不咋地的 智秀说之前的老鼠交道后来的削皮刀 去年的增高鞋带到今年的整条片 你不仅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且还陪了夫人有折兵 智商不行就别瞎撑的 现在让我们来请出本篇的大反派鸡贼哥 这孙子的生意主要有三大项 第一是放高瘤带 第二就是以不正当的手段 逼迫一些年轻的女性出国 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第三就是范围人体器官 这三样随便拎出来一个 都够把这孙子枪命一百回了 鸡贼哥掳走欠债的龙套叔的闺女之后 坐着车往回走 途中一不留神 撞上了正在等红灯的东树的车 鸡贼哥一看智秀长得花容月貌 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转眼一个月过去 东树投资的帝王蟹项目 一直还没消息 当他和斗逼叔正着急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中间人的电话 说运送帝王蟹的货船 由于中途偏离了航线 被邻国给扣押了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那批帝王蟹 什么时候到案 好像青瓦台说的都不算 由于欠的债一直还不上 债主们已经把东树告到了法院 如果再不还钱 法院就要强制执行 到时候他们两口子 只能睡当网路 为了能把损失向到最低 智秀在东树为他过生日的 当天晚上提出跟东树假立会 这东树一着急 把投资帝王蟹的事来说出来 智秀一听当时就亲蒙了 趁着东树去拿蛋糕 不打招呼就撒自撩 智秀一个人回家后不久 鸡贼哥带着人又杀到 布隆芬说就把智秀给鲁走了 东树的监控提前被智秀哥给掐断 因此警察也没法办 东树刚走出警察局 便接到了智秀哥的电话 智秀哥把东树约到一饭馆 给了东树一大笔钱 用智秀哥的话来说 这笔钱就是智秀的卖身钱 希望东树别再找自己的老婆 东树一听可气的不清了 直接就把这笔钱交到警察局 希望这帮饭桶能够积极行动起来 警察说现在没有一点的线索 大叔你也别上火 该吃吃该喝喝 一旦有消息我一定跟你说 东树一看警察指望不上 于是便打算去找包打听酱油 这个酱油哥是拿人钱财 才会提人消贷 于是东树只好去找市场的 管理人员大背头要自己的货款 大背头仗着人多势众 就准备来应 隐远多年的东树终于开始发飙了 一通拳打脚踢 把大背头的几个手下 全都都蒙蔽了 大背头一看着 吓得心脏病差点饭 急忙把钱给了东树 包打听收了东树的钱之后 通过饭馆门口的监控 发现了给东树送钱的 闲人的车牌号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东树三人发现 闲人的车牌号 跟一家地下赌场有关 赌场老板龙套姐 刚开始以为 这三位是来照顾他生意的 笑得比鲜花还看来 可当得知不是自己想那样 脸色巴搭一下就变了 说来人呐 给我把他们揍出墙 然后再让他们尝一尝 接下来就是一场肉搏战 这场群戒毫无悬念 龙套姐的几个手下 很快就被揍得稀里化了 根据龙套姐提供的名片 东树来到了某饭店 可由于换了老板 线索彻底断了 不过巧的是 东树刚走出饭店 就撞见了鸡贼哥的手下 小胡子正带着几个女孩去见客人 东树说哥们儿 下来咱俩聊了 小胡子一看大事不好 就打算跑 紧接着两人就掐了起来 小胡子不敢恋战的 虚晃一招开着车撒子聊 根据警察方面提供的情况 东树等人找到了两年前 一个失踪女人的老公颓废叔 颓废叔的老婆 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反正是常年的握上目击 跟植物儿似的 没有一点的意思 鸡贼哥从电视上 得知这件事之后 给了颓废叔一大笔钱 希望颓废叔 能把他那位植物儿老婆卖给他 俗话说 久病床前无效的 颓废叔对这种 常年伺候人的活早就反透 加上金钱的诱惑 这孙子居然答应了 哎呀 这就有点扯淡了 甭说别的 人家娘家人也不干了 那么鸡贼哥 为什么要花大价钱 满下一位植物儿呢 前面才说过 鸡贼哥的主要业务 不仅是放高利贷拉皮条 而且还贩卖人体器官 颓废叔的老婆 虽然没有意识 但身体的各个器官还是正他 通过颓废叔提供的线索 东叔等人找到了 鸡贼哥的高利贷公司 在来了东叔的一顿胖揍之后 鸡贼哥的手下 大嘴弟的情绪明显稳定多 不过这个大嘴弟的骨头 也是够硬的 无论怎么严性考打 这哥们就是不说实话 鸡贼哥通过监控一看 可气坏了 由于担心大嘴弟出卖自己 鸡贼哥用东叔的老婆 智秀当赌注 让东叔把大嘴弟给干掉 东叔巧妙的 把鸡贼哥糊弄过去之后 大嘴弟彻底醒悟 把鸡贼哥的犯罪行为 全说出来 大嘴弟说 最近因为韩流的原因 韩国女孩很有人气 因此鸡贼哥就把一些女孩 介绍给国内外的富豪 谋去暴力 如果有些女孩长得不行 鸡贼哥还可以为女孩整容 在这些女孩中 有的是因为还不上债 有的单纯就是因为漂亮 就被我们给绑架了 出国的时候 这些女孩用的全是伪造的护照 总而言之 鸡贼哥就是一彻头彻尾的大外贷 绝对够枪毙一百遍 由于东叔一直的穷追不舍 鸡贼哥认为绑架 智秀其实就是个错误 为了摆脱这个麻烦 鸡贼哥打算退货 他让东叔把钱还给他 他则把智秀还给东叔 为了把钱拿回来 东叔带着包打听和斗毕叔 来到警察局 包打听和斗毕叔 伪装成检察官 打算神不知鬼不觉的 拿走那一笔钱 可人家警察也不傻 很快就识破了 这二位的伪装 眼瞅着要出事 东叔一把火 把警察的汽车给点着 别说这招声东击西还真有效 趁着警察局大乱 这三位带着钱开着车跑 随后东叔给鸡贼哥 打了一电话 要求进行交易 智秀被绑架之后 和其他的一些女孩 被关在了一个破房子 为了逃出这个魔窟 智秀和小甜甜展开自秀 智秀这边刚跑出去 鸡贼哥听到动静就进来 智秀坐着出租车 一路狂奔的 眼瞅着就要脱困的 没想到突然就被 鸡贼哥给解脱了 东叔三人来到 关押女孩的地方 经过一场混战 东叔一个人 把鸡贼哥 所有的手下全都摆平了 可遗憾的是 自己的老婆并没有在这里 把烂摊子交给警察之后 东叔开着车 刚打算离开 真好遇见了 回来的鸡贼哥 紧接着就是一场追逐戏 翻车之后 两人终于掐了起来 甭看鸡贼哥平时挺嚣张 但打劲是真不行 很快就被东叔 揍得不会动了 影片的最后 东叔不仅成功的 解救了自己的老婆 而且他投资的帝王蟹 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情 做人不要那么横 不然后果很严重 惹了不该惹的人 很有可能丢了命